戶外篩檢站人潮明顯少許多 亞東醫院院內感染累計九確診 包含一人死亡 還有兩位護理師二採陽性 保險旗艦十九號將再採第三次 一名網友自稱亞東醫院八滴護理師 突入這段時間辛苦談 八滴病房壓力非外界可以想像 不像負壓隔離病房 每個人都全套配備 只是胸腔內科病房 所以只戴一般外科口罩 占第一線面對各種病人 但很不幸事情還是發生了 因為那次別的單位 所以我們也不太清楚 但基本上該給的防護醫院 也是都會給我們 多洗手 保護好自己 從開始到現在就是累到現在 所以就繼續加油吧 前線醫護互相提醒注意防疫 但百祕總有一書 加上亞東確診病患 第一時間也未告知萬華活動史 讓相關人員暴露風險中 還有板橋人向媒體反映 社區內陸續聽到救護車聲音 但都沒有消息 很擔心 本土延燒萬華板橋中永河等幾個行政區 確診數持續增加 民眾難言緊張情緒 但想讓疫情控制下來 個人防疫最要緊 三例新聞 領文室 參加學新媒報道